NRP2对在LDA的水平应该中游吧差不多 他们打的这样应该也是中游 或者是中下游 玩的还不如虎牙主播得杯遇选赛 理论上来说是不如的兄弟们 就是现在的LDA的选手是不如虎牙主播的 在理论上来说 因为虎牙主播每天也是在那个地方训练的 然后打的也会比他们多 个人能力量来说的话肯定是主播更强一点 只不过这些LDA的选手他会打点训练赛打的比较多一点 其实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LDA我觉得不能称为职业选手 其实LDA我觉得他现在不能称为职业选手 像那么轻训啊 这种他还是不能称为职业选手 不能说我去打职业了 我再怎么轻训队那种是不算的 这种应该叫练习生 还不能正式成为职业 我说的是理论上可能性 但你要给我杠我也没什么办法 因为主播他会每天打分把分打得很高 但有些职业选手他可能一辈子也有两百分三百分 但你会跟整个主播 主播分跌就不牛逼了吗 以前的话可能不一样 以前的话可能说像 以前的你看LSPL可能说 还可以称为职业队 像以前的LSPL都是谁在打 都是现在的LPL的顶梁柱在打 像之前冰哥啊 BRAZE啊 阿乐打过没我我没记得 很多 像你们林秦松林伟祥啊 MAYA啊 很多都是有实力的 很多都是LL 那个时候就是 大家比较纯粹 质量也比较高 现在 不一样了一点 还有我 还有我 主要是我在 把这个 赛区的含金量 提高了 你真以为 当时 谁来我都给他来两棍 这句话是假的 回国清算我嘛 不会的 不是我跟你们说 不会清算的 首先我觉得他人就很好 家里有事就赶紧回去看 首先人品是没问题的 其实就是大主播不会清算小主播 因为 你想呀为什么会清算呢 只会带来流量啊 没必要 不是这还不行啊 直播都停播了 回去看家里人生命 这还不行 哪里有问题了 真有明年吗 不知道啊 早现在我跟大家说一下 CN密的可能不多 但在我心里面 CNJungle高手真的很多 如果打个匹配打个牌位 我感觉随便拉出来一个 都是世界冠军级别的打野 贼母CNJungle 哇操人均大合啊 人均大C啊都是 只玩什么 爱客脚跃 就只会C啊 他CN打野 你懂吧 他玩游戏 他就中国打野 他只会carry 你懂吧 他没其他功能 他进游戏就能来carry的 就他游戏竟然一打字 中单 家里有奥兵女 杀他来条鳄鱼 别急等我刷 进来赢了 就进来已经给队友安排好角色了 就已经兄弟来条狗 来两条狗赢了 辅助 我ADC无所谓 你挂机挂机 爱玩不玩 来 就直接来条猫 以前直接来条猫 你们ADC 你把挂机崩慢点 加入塔13分 13分 13分钟掉就行了 其他无所谓了 已经 这就是CNCN打野的梦 你看 你再看看 LCK那边 只能说 只要改为野核版本 LP要马上夺关 你就看吧 中单学完工具人 兄弟 你就拼吧 你就玩吧 你就看看CN的恶 余加加里奥 CN的兵女弄不弄你 三叔嘛 没事没事 就一个三叔给他英雄办了 压力不大 对方派出三叔 我方派出结解 怎么了 没弄过他 现在清新的梅坎 是比较低了 已经 已经低到 我觉得四个人 其实就能去打